小剂量75-150米G-RCP0是预防血栓的基础性药物 它能够阻碍血小板互相牵手壮大 从而将动脉血栓遏制在起点 不过,RCP0并非所有人都适合 这三类人不宜吃,否则会带来危险 下面,问上依旧为您详细解答 神药RCP0的作用原理 在介绍哪三类人不能吃RCP0前 我们的先了解RCP0的作用原理 心脑血管在长期高压血流 高粘稠血流 高糖血流的环境下 出现的一系列病变 如动脉硬化 动脉狭窄等 在这样的血管基础环境下 血管内的支支斑块容易被高压血流冲脱 引发血小板聚集 形成裹挟在斑块外的血栓 堵塞住重要脏器引发危险 如心梗、脑梗等 血小板聚集 依赖于受体之间的互相牵手 RCP0可以与血小板受体形成 不可逆性结合 服用后 原本可以互相牵手的血小板 纷纷被RCP0截糊 于是大大减少了重症心脑血管 并变得发生概率 哪些人需要吃RCP0? 体内容易出现动脉血栓的人 需要长期低剂量75-150mg日 服用RCP0 做过支架手术、风堵术、射瓶消融术等心脑血管手术 确诊为关心病、脑促中、短暂性脑缺血患者 年龄大于50岁、肥胖、有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 未来十年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大于10%的 这三类人不宜吃RCP0 吃了是找病 一、容易过敏的人群 过敏体质者不宜用RCP0 因其可诱发皮疹、哮喘、血管神经性水肿或粘末冲血等过敏反应 其中又以哮喘最为常见 如果在服药后出现上述过敏症状 应该马上就医 二、有自发出血倾向的人 RCP0具有抵抗血小板凝聚的作用 这种作用本身就已经表明了RCP0有导致出血的风险 口服RCP0期间应该注意皮肤、牙龈有没有出血点 并且定期复查血小板技术和血小板聚集率等 注意 平时有自发出血倾向的人 如牙龈或皮肤经常出血者 不宜服用RCP0 三、消化到不适者 RCP0会直接刺激胃黏膜 出现恶心、呕吐、上腹不适或疼痛、呕血、黑便等不良反应 可在替换围肠溶片后观察 若依然存在上述副作用 不宜服用RCP0 服用RCP0要切记这三点 一、不能吃一段停一段 我们身体内血小板的寿命只有七天左右 几乎每天都有一定比例的血小板 被新的替代 即原先和RCP0结合的血小板会不断老去 因此 想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不可以吃一段时间 停一段时间 如果中间停用 血液的聚集性有可能反弹得更高 从而带来恶性不良事件 二、血压没有控制达标的情况下 不要服用 血小板被抑制能够减少血栓形成 也会带来无法及时止血的潜在副作用 研究显示 当患者的血压处于较高水准 150-90公里HG时 发生脑出血的几率显著增加 因此 切记在血压控制好之后 再服用RCP0 医生会特意嘱咐您的 三、消化道出血风险要规避 长期应用RCP0可能增加消化道出血的风险 相比而言 RCP0长溶片导致消化道出血的几率更少 问上医来自古城西安的医生团队 为您分享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 更多预防血栓知识 点击下列专栏了解 中文字幕继续中文字幕继续中文字幕 直播中文字幕 直播中文字幕 李宗盛 itiveаю说 您是最高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